水秀山林,古运金辉,历史长河滚滚向前,造就了江海文化的特殊形态,在文化娇柔融合的南通,满摇风涨,应运而生。 生枕云霄,阴若胡佳,它承载着人们的西迹,翱翔天空,连结天地,一笔一画透墨香,一雕一刻皆修行。 他们是不朽的使者,见证着人类文明的闪烁,存续着手工匠人的执着。 河中有风,村中有河。 南通把油风涨呢,其实呢,图案非常多,主要有花鸟,鱼虫,飞行走兽,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 另外就是我们中国的四大名著,以及这些脸谱呀,为极限图案。 它的色彩呢,简直就是色彩明快,对比度够。 扎子风筝呢,首先我们就是说,风筝的骨架开始。 当你拿到风筝骨架的时候,你首先就是风筝的竹子呢,这个骨架呢,肯定是很弯的。 我们第一步就必须要烤直。 比较干的情况之下,才好烤。 如果说你刚刚从竹脚里扛过来的竹子呢,才以为它血分太足。 但是呢,如果过分干了,容易糊。 烤烤了,我们过去传统呢,是用了这个蜡烛,或者煤油灯。 而我们现在呢,用的是电吹风。 烤烤完之后,你要放在这个桌子上,能滚动。 如果说不能滚动,证明这个竹子是不直的。 像这个竹子的话,它就不能滚动。 它是不可能滚动的,它弯了。 你看这个竹子,它又能滚动了。 它又能滚动。 所以这个就是做板样风筝的第一步。 烤烤完了之后呢,就要根据风筝的大小,来取这个风筝的骨架。 两根边骨的时候呢,我们也简洁就是说,这个远印有基本一致。 我们一般就是通过手带压,我们一按就能知道,这个两根竹子的原因基本差不多。 大纸烹针的时候呢,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,这个扎线呢,是很有剪焦的。 必须要十字交叉。 还有这个线头呢,必须要缠在这个里边。 不仅仅美观。 不仅仅美观。 首先呢,我这个上下,抹的时候呢,来回多走几遍。 这个胶抹上去之后呢,冬天最好也过个十分钟。 夏天的话,可能就是说在五分钟左右。 一定要让这个胶基本刚了之后,这个布能才能放上去。 要不然的话,这个胶的这个颜色就出来了。 表乎的时候,剪焦的是红、平、树直。 首先不要全部按紧,因为万一相差一点就可以移动。 这个弧的时候呢,这个松紧啊,跟扎红针的时候特别要注意。 也不能过紧,也不能过分松。 一个完整的混转就出来了啊。 可以看一下啊。 是不是左右,三下都是对称的。 首先把这个葫芦的高度定好。 一般就是说,受到的高度呢,是葫芦的剧掉三分之一, 撩掉三分之二,一般就是这个样子。 然后, 你看,把这个位置定好,这个叫定位。 对,部位定好了之后,就连一下。 它是分前后的,一边高,一边低。 这个烤门的大小就是根据葫芦内部溶积,来计算出来的。 开这个烤也开多大,和这个角度都有关系。 把葫芦里面这些不干净的东西,用沙纸打磨掉。 然后插上去。 这就是呢,弄的一个完整的烤。 一个烤口就能发出这么大的声音,如果一个缝针装上上百上千的,可以说是这样就弄了。 这个刷漆的时候呢,要注意就是这个油漆不能过分太耗,太耗了之后呢,刷不开了。 刷的时候就特别要注意就是说,刷葫芦的时候不能刷到这个盖面上。 用墨材的话,特别要顺着这个墨纹刷出来的效果,才好看。 把这个烤口进入一个碗,通过这个线来固定。 在接这个碗的时候呢,要注意就是说,这个底部一定要在葫芦的中间。 这个烤口呢,一般就是说有五个点来固定的。 这个烤口的烤口,主要就是要看到这个烤口,这个角度,要基本上上下平行的。 反正这个烤口的时候,一排有一条线。 反正放在外国前呢,我们家就是说以家族传承,租徒传承为主,另外就是通过这个进校园,进校区,进景区,进千家,等等的一些。 在外国的进校园,推动,推动,宣传,百项风筝的制作基地。 目前全城的困难就是,随着城市化的发展,空间越来越小。 放风筝的场地呢,没有了。 放风筝是要去大自然和天地放飞的。 没有足够的空间了,全城也就产生了一定的困难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